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森林郎高层已经做好了球队发生巨变的准备 对于巴特勒来说 上个赛季为森林郎效力的首个赛季 他就可以为球队贡献22.2分 5.3篮板4.9助攻 2.0抢段 投篮命中率为47.4% 但是对于球队一些球员的一些行为 巴特勒十分不满 尤其是大维不满唐尔安东尼唐斯和安德鲁维金斯的比赛态度和喜欢打游戏的行为 而在尽后赛被淘汰之后 巴特勒和唐斯矛盾公开化 再加上巴特勒多次拒绝森林郎提前赎约的请求 森林郎一度将巴特勒摆在货架之上 而在之前森林郎对天下落而瞪 很有可能就是在为巴特勒出走后做准备 而对于森林郎来说 如果巴特勒一心想要出走 那么计较一价值 必定会大打折扣 而如此一来 手握不少球马的火箭队也就有了机会 对此 莫雷本人也表示过球队 目前拥有一些选秀权 只要有机会 他会努力去提升球队的实力 不过 巴特勒作为刚打之年的全明星球员 火箭队想要得到他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美美给出的交易方案 就是哥登加赖特加首的选项权威主要筹码 对于火箭队来说 如果这笔交易可以完成 那么新赛季的火箭队将会组建哈登加安东尼加巴特勒 加贾佩拉的四巨头阵容 而依靠这样的阵容 火箭队渡去总冠军并不是空谈 后面就了不会有其他人 修正的如问 火箭队词 火箭队渡去 火箭队尽 火箭队尽